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仅颁发了学业成绩优良的卓越县长奖 我们分别针对各个不同的学习领域 针对不同的状况的优秀 杰出的同学 给予县长奖的表演 包含了我们文化艺术 文学的创作 科学的创意 还有在逆境奋发 品德 品性 表现优良 还有在工艺方面 体育方面 杰出的表现 我们都一样给予调养 这代表我们彰化线是一个多元融合的线 我们彰化线是鼓励各个不同的专场的人才 都能够出头 我们给所有不同的杰出领域优秀的同学 掌声表示恭喜鼓励 爸爸妈妈是因为爸爸妈妈跟我很辛苦 但是有帮忙她遮备 还是帮她洗碗做衣服洗衣服等等的 然后400阶跟1600阶 400阶第6名 然后1600阶第2名 然后这次获得那么好的佳金 所以要感谢所有的老师 然后就是虽然一路上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回头看 就是很多人在支持我 就觉得其实没有那么辛苦 因为在背后的人真的太多了 就是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那个辛苦了 就是只要感觉到他们的加油打气 我就觉得很幸福了这样 就是家中有弟弟跟姐姐是中度智能障碍 认真读书找个好工作 杨姐姐跟弟弟 卓县长表示 为了鼓励本县各领域优秀毕业生 肯定学生学习表现 并重视多元价值 培养健全人格与优良学风 县长奖改采多元奖项已进入第二年 奖项包括了 卓越县长奖 修德善行奖 人文艺术奖 体育静优奖 精益金首奖 逆境奋发奖 科学创意奖 文学创作奖等八个奖项 期望透过表扬活动 肯定学生积极进取的精神 并鼓励学生敦品力学 培养健全人格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导 各样的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